随着时代浪潮的推进 传统产业的转型 向来是艰难的客题 像是铅笔 在台湾经济起飞的1960年代 MIT的大厂每天被外销订单追着跑 每天要赶坐70万只的铅笔 包括国际游乐园都是客户 但是随着自动铅笔 电脑打字的兴起 铅笔产业面临了严峻的挑战 MIT大厂于是转型观光 也发展文创 如今是大明星指定联名的 铅笔品牌 来 慢慢的 保持平安 不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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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紧张 七嘴八舌紧张一刻 小朋友们摒弃凝神 神怕木片跌落汗倒台崩坏 耶 他刚刚有很紧张吗 有 有啊 因为他还会倒下 宜兰是台湾三大临场之首 丰富的木料当年是制作铅笔笔杆的最佳材料 铅笔大厂因此选中落脚 偏偏宜兰多运石鹰 老师傅们为了把木片原料晒干 天天跟老天爷抢时间比腿快 来回搬运不可开交 慢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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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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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平常是两个人 就要把它抬到太阳底下去晒的喔 所以跟我一样高的板子 垮掉的时候会怎么办 垮掉 要扣钱你知道吗 要哭哭了知道吗 孩子王唐之天是老牌大厂的第三代 早在十年前 观光工厂还不那么普及的年代 就帮着父亲将产线的日常 转变成独一无二体验观光 一 二 三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那个铅笔怎么做 然后来的时候就学了很多知识 就像拼金木一样 在DIY教室里 铅笔被拆成了各种零件 素颜的木片 石墨笔芯 全得自己合体组装 对新兴世代来说新奇促离 那个在年里面的新的时候最好玩 为什么 因为感觉很有趣 彩绘铅笔吧 为什么 因为能画喜欢的东西在上面 养殖最强 然后无人人体NYY 火力大爆发 小小的手座教室 人气爆棚 曾经在一天之内陆续挤近600元次 团客散客一团接着一团 大陆的欧美的包括妈妈世代都兴致盎然 很有以前那种读书的那个回忆 而且这个是老牌子的笔就觉得好像勾起 这是小时候的那些印象 不想回忆 写作业好痛苦 已经有70年历史的铅笔厂 本身就带着浓浓的老牌风情 包括这一部帮铅笔头上紧哭之后的机台 也是厨艺多年的老玩意儿 现在要把它放进去转动 三根针一戳就固定住了 打不下来 其实是被淘汰的 但是回归到我们体验经济的时候 而早期的这种一人一台的小机器就很好用 制成的眼镜完全公开 甚至可以走进产线成为导览讲解的其中一个环节 这正正反映了几十年来铅笔产业的改变 在台湾经济起飞的1960年代 全场有500多位员工每天要赶做70万只铅笔 外销的客户竟是世界知名游乐园国际品牌的速食店 但随着自动铅笔的普及 以及打字输入的冲击 产线飞点因应不能只会埋头量产 一开始当然要心理调试一下 这样子的观光活动 对整个公司是正向的 所以也就不会排斥了 产线师傅们得面对游客好奇的眼光 生产的品质却不能因此打折 像是上期的这个工序 硬是得反反复复连上九遍 比名车的烤漆还要多上好多遍 像我们早上的花粉还比较麻烦 我们烤到像这样像样的同样 皮肤很紧密 做不好就像老尾一样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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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了 静静慢慢的烤干之后 细细勃勃地再次上期 颜色自然云震 触感也显得滑溜 摸的出来的细致手感 让不少五星饭店 甚至明星歌手 明明知道MIT的成本高得多 依舊指定客製代工 高興 也是平常心一樣 都要幫他做好 不是說你帶民生 什麼民生 其實都要一樣 平常是 因應市場的需求 接單也跟著彈性化 過去一筆訂單至少要10萬支起跳 如今門檻大大降低 小型的訂單陸續涌入 光是台灣就服務了上萬間客戶 老字號度過了營收慘淡的困重時期 對同事來說的話 他原本一次架好了機器 就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但是現在可能沒跑幾支 就要下機器 再上機器一樣 這也是我們的優勢 也是我們因應的方式 不只成為MIT的代工一哥 自家設計的文創系列 也在兩岸參展銷售 尤其是幸運籤詩 饒富東方趣味 大受歡迎 上次去 一個是抽籤 籤書 中國人的五千年文化 離不開這個 我腦袋一直覺得 消費者要什麼是我們要做的 從文具到文創 從製造到品牌 70年老字號不斷變新 不斷改進 在鉛筆勢為的21世紀 努力創造新的需求 在市場上繼續比拼